男人原本是妖族强大的妖王 只因一时大义 竟败在了一名小道士手下 还阴差阳错成为了他的灵宠 晚上基天赐老师梦见 有一条蛇妖匍匐在自己身上 那画面太美 直接让他羞涩不已 每每从梦中惊起 都是一副狼狈不堪的模样 而这样荒唐的梦 好像是从那天与妖王大战之后才开始 几天前 逆天宗收到妖族来犯的消息 山下的守护结界已经被攻破 此刻师尊正在闭关 大师兄也下山去了 面对着汹涌而来的毒蛇 基天赐却并没有下杀手 他告诉师兄这些不过是被操纵的小蛇 该杀的是背后那御蛇之人 话刚说完 手上的蛇就被师兄一箭砍断 废物 果然是出身低微的人 才会同情地上的爬虫 闪远点 别给宗门丢人 这是几人身后传来一阵笑声 小道长 你想杀我 那得看你有多大本事 基天赐一眼就认出了 他是妖王柳无星 数年前妖族与密天宗一战妖族战败 残存的旧部位了振兴妖族 从禁地释放出柳无星 相传柳无星乃大妖蛇王之子 此人阴险狡诈 无恶不作 曾犯下滔天大罪被妖族关押几百年 在他重建天日后立即发动战争 依靠心狠手辣的雷霆手段 横扫个步 统一妖族 成为新一任妖王 面对实力深不可测的妖王 基天赐不禁开始冒冷汗 柳无星一脸悠闲 不如本王给你们纸条明路 这小道长的容颜深姿 甚合本王胃口 不如乖乖跟本王回去 我便留你师兄弟们一条全尸 如何 基天赐一听十分愤怒 妖孽 你休要胡言乱语 接着咬破手指 开始用剑施法 朝着树上柳无星刺去 柳无星一脸坏笑 还有小脾气 我更喜欢了 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 那本王今日就把你带回去 也好日日观赏 然而下一秒令他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自己的阵法竟然被这小道长击破了 一阵剧烈的爆炸声响后 基天赐受伤跌落在地上 众妖怪看到他们的大王尸首 都被烧成灰烬了 赶紧撤退 师兄们十分惊讶 想不到那个废物竟然杀死了妖王 但还是担心有诈 吩咐人仔细搜寻一番 只要有妖物 一个都不要放我 基天赐慢慢起身 我本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对抗妖王 怎么突然就 这时听到草丛里传来一阵沙沙声 原来是一条白蛇 好可怜的小蛇 它想跟我回家 来到后山温泉 基天赐把小白蛇拿出来洗澡 可怜的小家伙 被那妖王操控作恶也不是你的错 事实上这条白蛇正是妖王柳无心 对于败在这个小道士手里 柳无心也十分不服气 想着一定要把他抓回去关起来 日日夜夜的折磨 突然眼前的场景让他顿时鼻血直流 这小道士竟然光着身子让自己凑这么近 听到他要自己当他的灵宠 柳无心都要被气炸 我堂堂妖王岂会做你的灵宠 小道士一边帮他擦去鼻血一边安慰他 被他这样揉脸 妖王愈加气愤 想着自己不过是一时大意才被他打回原形 听他问到自己几岁 柳无心再也忍不了了 直接一拳过去 然而实际情况是 现在作为一条小蛇的他撞在他身上 他怎么毫发无损 本王的妖力呢 所有法术都失效了 真是可恶啊 这小道士到底对本王做了什么 道士握住小蛇蹭来蹭去 如此活泼 看来伤势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走 我这就带你去我房间住下 从明日起 我便好好叫化你 争取早日让你开了零食 趁着他穿衣服的间隙 小蛇赶紧偷偷溜走 之前外面的斩妖阵已经被自己摧毁 他们应该还没来得及修复 此刻定然畅通无阻 只要能避开这些守卫 然而还是被发现了 突然几个符咒丢下来 一片爆炸声后 道士们什么也没发现 小蛇十分委屈 没想到我柳无心境沦落至此 面对这群废物也要躲躲藏藏 几天刺 他日若不将你绑回去 稀释个干净 难解我心头之恨 这时倒是注意到树上的动静 就在他要查看时 几天刺及时赶到 麻烦借过一下 我丢了件东西来这里找找看 两位倒是对他却并不待见 觉得他今天出风后 打败妖王只是运气 那个柳无心就是个 虚张声势的花架子 谁上去都能干掉他 接着又开始说他身份低微 几天刺直接打断 说够了吗 说够了就让开 我要找我的东西 二人也不再跟他纠缠 把小蛇救回来后 几天刺叮嘱他以后不要乱跑 不然很危险的 小蛇虽然很不甘心 但眼下也只能忍着 虽然这个臭道士很可恶 但总比落在其他人手里 没了命要强 起码他连路边的小蛇都救 也算得上是名门正派 口中所谓的那什么证人君子 来到他的房间 里面竟然到处都是蛇的挂画 这时小道士凑近 宝宝给你取个名字好不好 就叫石鸥怎么样 想不到威风凛凛的一代妖王 却因法力尽失 柳无心看着睡着的他 道士也有几分姿色 但没想到 这个臭道士居然是个变态蛇控 每天晚上睡觉都要忍受他的强行贴贴 柳无心再也忍不下去 从来只有本王戏弄别人 还没有人敢亵渎本王 突然小道士说了句梦话 小蛇就被吓到应激 慌乱中发现了一个柜子 想也没想就钻了进去 接着反应过来 自己为什么要怕他 不过这柜子里的气氛好像不太对劲 转头一看 里面竟然供奉着一堆排位 从小一到小十八 他们全都死了 难道说马上轮到我了 祭天赐 好你的证人君子 这就是当你灵宠的下场 留在你身边 我怕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还是出逃吧 结果第二天早上就被抓回来 小十九 你是在和我玩捉迷藏吗 怎么弄得浑身上下到处脏兮兮的 接着就要帮他弄干净 到了午时 陆路走不通小蛇决定走水路 但没走多远就又被他逮住了 宝宝 外面的水池太危险 想游泳的话 我家的玉盆也很大 午后趁着小当时在修炼不能中断 小蛇决定再次出逃 密天宗的大门守卫太过严实 说不定这后山能有出路 突然察觉到有人靠近 小蛇直接转头 谁在呢 原来是他的手下 终于找到您了 妖王大人 柳无星倒是有些惊喜 我还以为你跟密天宗那些蠢货一样 以为本王死了 手下开始对他一顿吹捧 接着地上一瓶药 妖王大人 您如今行动不变 这是属下特意炼制的密药 服以灵泉之水 可保每日恢复人行两个时辰 同时还可以抑制妖气 不用担心被人识破妖族身份 柳无星按照他说的在灵泉里浸泡 果然不错 看来你在密天宗这些年也没有闲着 面对妖王这副样貌 手下都不敢直视他 全仰张妖王大人栽培 属下自然结心尽力 这时妖王有些不悦 结心尽力 那为何这么多年还没有找出世月轮的下落 关于世月轮的下落 手下也无可奈何 妖王回想多年前 父王带领妖族精锐和仁族开战 大妖家族的精锐在这场战斗中几乎全员折损 蛇族圣物世月轮也在此战中被密天宗夺去 世月轮不仅是妖族圣物 更可提升妖力突破至高境界 看到妖王发怒 手下当场被吓到 请妖王大人允许我将功折罪 事已至此 妖王也不想再追究 如今我既已身在密天宗 世月轮我亲自来找 已去联络下四部 让他们不要轻举妄动 说到那个密天宗的大弟子张继渊 手下瞄懂妖王的意思 表示会想办法拖延他回山的时间 如果留在密天宗 就又要待在那个臭道士的身边了 于是妖王问手下那个臭道士的来路 手下之无不言 积天赐来自鬼水镇 就是那个传说中人和半妖杂居的影视小镇 那地方地处西南边陲 入口隐秘 且不与外界往来 所以世人对其所知甚少 十六年前 密天宗的张天师下山云游 机缘巧合下误入鬼水镇 在那里 他遇到了五岁的企儿积天赐 张天师见他根骨不错 又无依无靠 实在可怜 便将他带回了密天宗 可出身鬼水镇的人 从小与妖物共生 自然会被世人猜忌和害怕 更何况是以除魔味道为己任的密天宗 弟子们对积天赐就更加排斥 所以这些年来 积天赐一直深受同门排挤 平日里全靠自己钻研修炼 道行 好思并没什么长进 这边积天赐正在修炼 体内好像有其他灵力的波动 就在他要控制不住走火入魔时 突然感受到世尊的力量 睁眼一看 果然是世尊回来了 世尊告诉他天生仙才 天赋一比 可惜心死玲珑 须时刻压制 否则恐将走火入魔 已须谨记 无吃无撑 无欲无情 假以时日 必可堪当密天宗宗门圣子之位 积天赐谢过世尊 幸好今日世尊回来了 才能转位为安 听世尊问到旁边的小蛇 积天赐这反应过来 他又溜走了 赶紧就要去找他 道士跟小蛇一起修行打坐 竟然看到了 让人脸红心跳的一幕 看到小蛇在房间里 道士十分激动 抓起他就开始一顿猛轻 小蛇都被他整无语了 怎么鬼水阵会出这么个呆瓜 暂且委屈几日 等本王找到是月轮 便可恢复妖力 道士在从这臭道士口中 逼问出鬼水阵的方位 抢走内地的无数财宝 用来壮大妖族势力 最后再将他碎尸万段 也算为前面的18个 倒霉但出口恶气 这时道士碰了碰小蛇 宝宝你在想些什么呢 这次也不打算罚他 准备教他修炼 帮他打开灵石 小蛇真是气不打一处来 就凭你一个低阶 道士也感受本王为灵宠 随着修炼慢慢进行 道士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条蛇尾 那尾巴正是来自眼前 这个妖娆的男人 此刻他正对着自己笑 看他凑上前就要行大胆之事 道士猛地将他扇飞 实际上是小蛇被他扇飞出去 道士一整个自我怀疑 方才运工的时候 脑子里怎么会出现那样的画面 难道我对小蛇的喜爱 已经变态到这种地步了 此刻小蛇愤怒无比 这几日明明都是他 喊着要助自己修炼 可结果总是被他打飞 之前那18个 不会都是这么摔死的吧 看到是还露出那样的表情 小蛇更是虎帽三丈 你这是什么表情 受伤的明明是我 你还委屈上了 晚上小蛇化为人形 开始在密天宗探查是月轮 因为没有找到线索 小蛇便准备回去 突然听到那边的动静 过去一看 原来是道士在洗澡 看着看着小蛇便吹起了流氓哨 道士循着声音的方向看去 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吗 这时又想到了修炼时的画面 真是太让人脸红了 感觉是走火入魔了 再这样下去的话 不仅自己当心受损 对小蛇也无意 只剩下一个办法 道士为了帮助小蛇修炼 终于决定去争一争那宗门圣子之位 看姬天次来到高阶修炼道场 师兄们当场把他拦住 这时姬天次拿出准路令 道场的封印就消失了 既然是师尊给他的准路令 师兄们也不好再阻拦 想着高阶道场里有无数奇珍异宝 可助长修为 最近自己的状态不了 无法帮助小蛇修炼 借助这些应该可以 小蛇也是十分期待 说不定里面会有自己想要的东西 突然两位师兄又过来阻拦 刚刚收到大师兄的消息 大师兄有事要延迟回山 此间所有人等 不得有任何异动 一切等大师兄回山再说 姬天次此事已经在压制怒火 两位师兄觉得 他非要在这个时候进去 就是有所图谋 小蛇真想直接把他们给咔嚓了 这两个蠢货几次三番坏我好事 这个臭道士也当真是个美丽的废物 其中一个师兄直接上前 就要把道士拽出去 突然被他袖子里的小蛇咬了一口 另一个师兄见状赶紧上前关心 姬天次你鬼鬼祟祟的 在手里藏了什么东西 说着就要把他手里的东西给扒出来 可怜的小蛇都快要被他捏死 这下倒是忍无可忍 猛的给了师兄一拳 当场把人打晕在地 从前无论各位师兄弟怎么对我 我从不计较 那都是看在师尊的面子上 但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 你们不要欺人太甚 师兄也是被他这气势吓到 但嘴上依旧不饶人 你就是仗着有师尊撑腰吧 你要真有本事 就当上宗门圣子再说 道士自然没人敢拦你 这边众人正在忙着修复万刃斩腰阵 道士看着这一幕忍不住感叹 这阵法已经忽悠密天宗上百年 没想到这次却被柳无心那扼腰所破 害得崇善师叔身受重伤 修为大损 就交手来看 那个柳无心明明不堪一击 他如何能破得了此阵呢 听他这么看不起自己 小蛇直接朝他一击灵蛇摆尾 生气地跑到一旁诅咒他 倒是安慰他一定会尽快帮他修炼 早日成为自己的灵宠的 这时宗门传来公告 弟子击天赐 因在宗门内殴打盆门 没收起高阶道场准入令 原本是无心争夺宗门圣子之位的 但为了不负师尊所望 也为了能畅通无阻地助小蛇修炼 现在倒是决定争一争 既然高阶道场去不了 只能想想别的法子 说着就捧起小蛇 紧接着就是一顿猛气 宝宝 你乖乖在这里等我 我去去救回 这回和这丑道士的想法倒是一致 据说这宗门圣子乃是正道之表率 意味超然 若能助他登上圣子之位 那正道宗门起步就全在我的把控之中 为了能够获得三大派系的举荐 当上宗门圣子 倒是决定先去帮忙找出正法的破绽 既然倒是想要征耐宗门圣子之位 小蛇也是很支持他的 目前密天宗有三个派系 以密天宗世尊张天师为首的剑术派 以崇善为首的正法派 还有以正宿为首的殉灵派 要成为宗门圣子需要得到 这三个派系的共同举荐 也就是说这个倒是现在除了张天师 还需要得到其他两派的认可才行 看来他是想先从正法派入手 在众人的努力下 正法终于修复好了 崇善这时也过来慰问大家 看到崇善真人 小蛇觉得他的脸色差的 就像刚从土里挖出来的一样 而且这正法看着也不强啊 这种水准就能在密天宗当师父吗 崇善认为那蛇妖既然能毁阵 就说明此阵有破绽之处 即便修复也不是万无一失 云娇对此表示惭愧 没有找出破绽之处 旁边一名弟子觉得 反正那蛇妖已经死 这世上应该也无人能再破此阵 这时突然传来一个不一样的声音 激天赐过来以师尊的话告诫大家 你如何能保证 不会再有第二个柳无心 众人听后纷纷觉得他在装插 接着激天赐告诉崇善师叔 自己平日里也延续过一些阵法 愿意是 两年前我曾击杀一头吃人的双头虎妖 斩下了他的一条尾巴 那虎妖有百年修为 这条尾巴时至今日依旧妖气深重 我可以借此妖物 开什么玩笑 这阵法可不长眼睛 要把你当作妖物绞杀了怎么办 崇善也劝他不要以身犯险 等我伤势好转 自然会想办法提升阵法 再说了 万一你要有个三长两短 我怎么跟掌门师兄交代 然而激天赐心意已决 生死犹命 师叔不必挂缓 说着就进入了阵法中 众人都被吓坏 觉得他肯定出不来了 这边张天师和随事阿诚都看到了这一幕 阿诚问张天师不担心吗 张天师觉得眼下时机正好 且让他历练历练 激天赐来到万刃斩妖阵中 里面的井之精与外界无异 忽然一尊巨大的法相映入眼帘 激天赐一眼就认出 那是密天宗的先祖 赤叶先尊 赤叶先尊是密天宗的开宗立派之人 也是师尊 正处师伯和崇善师叔的师父 听师尊说 赤叶先尊道行高深 剑术 阵法 训灵无疑不惊 只可惜 先尊早在百年前的两族大战中不幸先云 此阵想必也是师成先尊 所以崇善师叔才将师尊之法相置于阵中震慑妖魔 激天赐对着法相跪拜以示尊敬 突然阵法发动了 一边被幻化成男人的小蛇纠缠 一边要应对阵法的攻击 小道长可真是太难了 道是刚进入阵中没多久 阵法就发动了 躲过第一波攻击后 还没休息一会儿 紧接着又来了第二波 道是赶紧拔剑应对 这时头顶上出现能量阵 如此大范围的攻击到时都看冷了 一声巨响过后 道是受伤瘫倒在地上 起身后口吐鲜血 看着这阵法图案 看来要破阵 得找到生门 但想着这既然是必杀阵 崇善师叔在布阵时 应该不会设置生门才对 那谁要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突然感觉身上有什么东西在动 原来是小蛇跟着自己进来了 小十九 不是让你乖乖等我吗 你什么时候偷偷跟过来了 知道这里有多危险吗 对于他刚刚的表现 小蛇忍不住竖起尾巴嘲讽他 道是瞬间来气 道是赶紧把小蛇缠在身上 宝宝抓紧我 接着起身一跃躲过攻击 这样耗下去也不是办法 突然缠在身上的小蛇 变成了一个男人 二人就这么四目相对 小蛇一脸问号 糟糕 我怎么突然化醒了 接着二人掉了下来 道是缓过神来 看着眼前这景象一脸尴尬 赶紧战术性后退 此时两人的内心活动 别提多精彩 小蛇开始诱惑小道士 道士一边闭眼一边脱下衣服 即便想着眼不见为敬 但听着小蛇的话 还是要扛不住了呀 我的宝宝应该是阳光 活泼 调皮 单纯如小白花的可爱小蛇 为什么会变成如此油腻 荒唐 又不知减点的男人 小蛇看到道士那样的表情 都要发火 倒也不必现在就脱衣服 下一秒道士把外套 盖在他身上 事发突然 你将就着穿上吧 小蛇瞬间都无语了 我都这样了 他居然不为所动 道士安慰他不要害怕 此阵只是针对那些恶贯满盈的大妖 对你应当不起作用 身后小蛇露出一抹邪笑 接着缓缓朝道士走近 下一秒一把抱住他 那怎么办 这阵法专杀妖精 我好怕呀 道长哥哥护 这是阵法发动 一堆飞剑朝二人袭来 即便小蛇化形成成年男子 道士还是把他护在身边保护 一声巨响后 二人被阵法击飞一顿翻滚 道士紧紧将小蛇护在怀里 看到小蛇流鼻血 道士急忙关心 小蛇告诉他自己没事 突然感觉被道士的什么东西顶到 道士瞬间慌了 小蛇一脸坏笑 让我看看你在身上藏了什么东西 一顿摸索后 小蛇摸出来一条尾巴 这是什么 道士告诉他是狐猬 心想还好只是狐猬 接着第二步阵法又要来了 范围之大二人根本无法躲避 道士只能施法强行抵挡 抱歉之前我不是故意要冒犯你 只是靠近一点 我能更好地保护你 看这道士虽然呆了点 心肠倒是不坏 道士奇怪以往幻觉都是出现在石海里 这次的幻觉实在是太真实了 小蛇觉得他真是可爱 明明自己现在是实体 他居然以为是幻觉 而且就算是幻觉他都要护着 不过他当刚说到石海 莫非这其中有什么联系 此时道士已经开始有些吃力 御器术只能暂时抵挡进攻 必须尽快想出破阵的方法 小蛇笑了笑 这还不简单 想到当时自己破此阵不过虚欲之间 看到弟子慌忙跑来禀报妖族进犯的消息 崇善不慌不忙 他妖族想要尽密天宗 还得过了我的万刃斩妖阵在说 接着听到妖王有无心的声音 道门风范 本王倒要看看 毁了这阵法 你们还有什么风范可言 说着挥起鞭子就朝那尊法相攻去 随着法相的魄力 阵法也开始崩塌 崇善受到反噬 当场口吐鲜血 就在道士忙着破阵时 旁边的小蛇却对他动起了歪心思 自己设的阵法被人破得崇善一时间无法接受 有无心看他这么样忍不住调侃 道门风范 就这 现在这道士比起崇善道士淡定很多 眼下自己妖力全失 道士的道横又不行 想要武力摧毁是不可能了 越想越气 小蛇直接捏了道士一下 都怪 看到是没有反抗 小蛇反应过来 现在他在撑着阵法 那自己岂不是可以为所欲为 因为小蛇一直捣乱 道士终究还是无法静下心来 没有抵挡住阵法的攻击 越想越不对劲 自己竟然被一条蛇给欺负 幸好刚刚及时将虎尾扔出去 转移了伤害 不然就都得交代在这儿 听到道士叫自己 小蛇立马坐起身 道士让他把手伸出来 有东西送给他 要双手接 就在小蛇伸出双手时 道士瞅准时机迅速将他的手套住 小蛇一脸问号 这是什么 道士告诉他这是自己特制的副妖所 为了防止他再次扰乱自己施法 只能先捆起来了 任凭小蛇在旁边骂骂咧咧 道士依旧不为所动 通过刚才的攻击 道士看出这阵法密布透风 不可能有破绽 此阵程自于先尊 如果崇善师叔的阵法没有破绽 那么问题一定出在先尊身上 师尊中武说过 先尊之道心 乃是心怀天下 悲悯万物之心 目之所及 万物众生 先尊一直看着那处 破绽一定就在那 旁边折腾半天的小蛇变回了原形 道士十分开心 宝宝 你变回来了 幻觉终于消失了 原本小蛇是想变回原形摆脱这副妖所 想不到又卡在肚子上 这时倒是帮他把副妖所带在头上 接着就要上前轻轻 我就知道 刚刚那个一定是阵法给我的幻觉 我的好宝宝绝对不是那样油腻又变态 还好色的小蛇 听他这么说 自己小蛇顿时被他气到 道士告诉小蛇 刚刚自己把虎尾丢出去了 现在不会被阵法攻击了 我已知晓破阵的方法 宝宝就在这里等着我吧 突然看到道士身后的飞溅 小蛇猛的一惊 接着赶紧一顿蛇形走位躲避 在暗处悄悄观察情况 道士让他离自己远点 不要过来 小蛇一脸无语 废话 我过去送死吗 当我傻呀 这时倒是感觉到 自己体内的胀气又开始翻涌了 必须尽快压制 于是看向旁边的虎尾 阿喵 还不来帮忙 这时虎尾回应了他 不要叫我阿喵 接着刷的一声 虎尾就变换出了原形 小蛇有些惊讶 那双头虎没死 双头虎看到士如今这么狼狈 忍不住对他调侃 道士也十分无奈 世事无常嘛 方才多谢你了 阿喵 听他又管自己叫阿喵 双头虎顿时来 都说了不要叫我阿喵 别以为当初我输给你 迫于无奈用尾巴 做信物攻你驱使 你就可以 话还没说完 突然道士伸手摸摸头 双头虎瞬间就迷失了自我 小蛇看着这一幕都无语了 不一会儿的功夫 双头虎就改变了态度 行吧 这是两年来你第一次照我 算我还你人情 说吧 遇到什么麻烦 道士告诉他来不及细说了 我们现在在万刃斩妖阵中 眼下我必须运功修准 需要你帮我抵挡片刻 可爱的小白蛇潜入水中后 真的厉害 逢妖必杀 我现在反悔还来得及吗 道士告诉他恐怕迟了 这时无数飞剑袭来 双头虎使出吃奶的劲帮倒是抵挡 小蛇在旁边一脸悠闲 这破阵针颠 放着我这堂堂大妖不管 偏去对付那呆子 呆倒是又换来个蠢毛 看着都头疼 虽然我迟早要将他碎尸万段 但绝不是在此刻 他今天要是命绝于此 与我的计划也是无异 看来还是得本王亲自出手 双头虎不断硬抗阵法的伤害 一边催倒是还要多久 这时倒是突然听到一个声音 别硬撑了 不要再压抑自己 尽情地释放吧 我可以帮你 时间不多了 来吧 我可以助你全身而退 你也不想死在这里 对吧 还有你那心爱的灵丑 倒是反应过来 这是瘴气在蛊惑自己 于是不断提醒自己 不要受他的影响 这边小蛇来到莲花池 接着潜入水中 再次起身时已经化为了人形 这赤叶老道也是虚伪 在必杀阵中暗藏生门 标榜自己莲花盛兴吗 可若他真的怜爱天下众生 又岂会在当年的两族大战中 将我族屠戮殆尽 在靠近那朵莲花的途中 小蛇注意到水面上自己的道理 顿时整个人都愣住 接着愤怒大喊倒是的名字 此刻瘴气不断用小蛇的性命 来刺激倒是 慢慢的倒是 还是没有把持住被他控制 双头虎看到是这副模样 也是被吓到 阵法外面众人迟迟没有等到倒是出来 都以为他在里面出事了 就在他们准备散去时 突然从阵法里面传来一声剧烈的爆炸声 烟雾散去后出现个人影 崇善十分惊讶 几天刺出来了 其他人议论纷纷 阵法怎么又毁了 而且比之前更严重 过了一会儿倒是抬头呆呆地看着众人 师姐上前 你没事 倒是告诉他自己没事并谢过他的关心 师姐指着那边 我关心的是阵法呀 你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不是去找破绽的吗 怎么又把阵给毁了 我们花了七天七夜才修复好的呀 崇善见状赶紧过来打圆场 看来是弟子们修复的阵法大有瑕疵 才如此经不起折腾 幸亏天赐你亲自入阵演练 不然等以后真遇着妖物 那麻烦卡就大了 阵法毁了就毁了 倒是你们学艺不精 差点埋下隐患 还不知反省 旁边云娇越听越气 崇善刚夸完击天赐 察觉到云娇的状态后 顿时反应过来自己说错话 倒是一脸懵圈 师叔你脸上怎么冒出这么多汗 看到自己心爱的小蛇昏迷不行 倒是心疼坏了 赶忙就要给他做人工呼吸 精心设计的阵法被蛇妖毁了一次 如今又被小道士毁了 红扇难受的不行 希望云娇徒儿能体谅自己 接着赶紧转移话题 问道士进去阵法后有没有找到破绽 道士告诉他此阵的破绽是赤叶仙子 这一点倒是和崇善猜的差不多 赤叶师尊向来心善 总是对妖族网开一面 师兄在密天宗创立之时 就因为斩妖阵与师尊闹过脾气 在师兄的再三抢球下 师尊才把斩妖阵做成必杀阵 没想到师尊还是给小妖留了破绽 功气逃生 可惜今世不同往日 自当年两族大战以来 人与妖已经势不两立 如此形式下 对敌人的仁慈 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所以这样的破绽留不得了 云娇跑过来问道士究竟做了什么破了此阵 道士告诉他刚刚自己在阵中被瘴气清洗 差点走火入魔 恍惚中听到了师尊的清心咒 多亏了师尊的清心咒住我拉回神志 后面的事情都记不清了 我想应该是有师尊相助 阵法才会碎成那样 崇善叹了口气 打算道士和掌门以及师兄一起商讨对策 让大家都散了 这次道士把他叫住想要说什么 对于这盏妖阵为何攻击自己还是不明白 是阵法修复错误还是存在瑕疵 为避免牵连小时酒和阿喵 道士还是没提 张天师这边弟子带来积天赐已经 走出阵法的消息 另外崇善询问师尊留下的声门该怎么办 张天师表示声门不可留 让崇善自己想办法 弟子告诉他 崇善说凭他一人想要彻底清除声门 只能毁坏仙尊的雕像 张天师瞬间被气到 当即就要去找崇善 斩妖阵法内 崇善终于等到了张天师 自从师父先逝 已经好久没见你来过这里 师兄 多少年了 我们都该放下 道士回到住处看到小蛇没了动静以为他死 哭得稀里哗啦 宝宝你不要停止呼吸啊 不然的话 我就只能给你做人工呼吸了 看到道士的嘴就要亲过来小蛇猛的惊醒 赶紧甩了他一尾巴 奇怪自己怎么又出现在这里 回想当时在镇内 自己在莲花池正要破镇 臭道士突然发电把镇给炸 害得自己白忙活一场 还被炸飞了好几丈远 道士傻乎乎的看着活过来的小蛇 准备去给他找点吃的 想到阵法中经历的那些 小蛇认为这个道士绝对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 要找机会把他身上的秘密给挖出来 不得不说道士对待小蛇和阿喵的区别也太大了 走前因为粗心还踩到了阿喵的尾巴 疼得阿喵直接跳了起来 这时突然听到有人叫自己 只见小蛇恢复人生 好久不见了 你这个叛徒 小蛇化为人形就要被道士掀开帘子发现时 关键时刻终于是变了回去 想不到眼前这条小蛇竟然是妖王柳无星 双头虎下的连忙朝他跪下 大王明鉴 小妖我绝对没有背叛妖族 原来这双头虎原本是柳无星父王的救部 本该效忠于他 但柳无星从禁地出来后他却消失不见了 现在抓到他跟蜜天宗弟子四混在一起 双头虎一顿哭诉惦记 当时人妖大战 妖族精锐全灭 妖族从此一蹶不振 我们这些小妖战后也不知如何是好 只能各自回家 离开妖族军队之后 我日日以泪洗面 之后更是化悲愤为食欲 却没想把自己吃到四百斤 一日我回家途中滚落山崖 因为长期暴影暴事被卡在十凤中难以逃脱 刚好几天赐路过救了我 我向来知恩土豹 便留他一尾做信物 有危险可唤我相助 柳无星半信半疑 你这虎妖杀人无数 暗密天宗的做派 你必死无疑 那个呆子会这么轻易放过你 虎妖支支吾吾 那都是误会 其实我从来都不杀生的 真的 连蚂蚁我都不曾踩死过 我还有吃素的习惯 非常养生 柳无星看他还敢骗自己都想教训他一动 不过眼下还是不跟他废话 想要知道两族大战的事 作为唯一活下来的 救部你竟然跟我玩失踪 虎妖瞬间被他吓到 大王息怒 我说我说 其实当初活下来的不止我一个 还有一些同族没死 他们都被封印在密天宗的镇妖山谷里 大王你也知道 小的在军中地位低下 我知道的也只有这些 这时倒是开门回来 看到阿妙疯狂在这里磕头一脸问号 过去问他在干什么 阿妙表示自己就是站泪的想跪一会儿 倒是担心他着凉 还贴心的拿来毯子 让他继续跪 注意到床帘拉下来 倒是以为是小蛇醒来了 柳无心察觉到情况不妙慌忙就要躲避 但此时却一直都无法变回小蛇形态 倒是撩起床帘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柳无心总算是变了回去 看到小蛇醒了倒是十分开心 宝宝 快看我特地找崇山师叔要来的仙鹿草 大王 然而这在小蛇眼里根本都不够塞牙缝的 倒是告诉他等自己当上宗门圣子 想吃什么喝什么都给他安排 此时小蛇心里想的是 倒是要喝蜜天宗门人的喜 还要吃他们的肉 看小蛇吃东西的模样这么可爱 倒是又忍不住要轻轻 小蛇趁此机会告诉外面的狐妖 某时和自己一起去镇妖 今日之事你要是敢说出去 你就死定了 狐妖一脸无语 大王居然有脸责怪我和鸡天赐私混 明明他自己也乐在其中 到了某时 狐妖此时还在呼呼大睡 小蛇起身就准备行动 得趁倒是还没醒 起来的时候小心翼翼 突然被睡梦中的倒是一把握住 直接疼到受不了 狐妖被动静吵醒 睁眼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到 感受到小蛇有生命危险 倒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就吓了他 第二天倒是醒来捏了捏旁边的小蛇没反应 就算用力拉扯他也不会动 这下反应过来他是假的 这边柳无星已经和狐妖前往镇妖 来到谷口 狐妖回想起当年那一战 实在是惊心动魄 惨绝人寰 那时的妖族实力强盛 先王率领的众多精锐更是战无不胜 所向披靡 为了从人类手中夺回领地 给妖族拓展更多的生存空间 我们一路打到赤云山底下 当时的蜜天宗掌门赤意 道横高深莫测 赤云山在他的庇护下固若金汤 我们久攻不下 先王便令众妖抓住清凉城的百姓 一日杀死人 一直杀到蜜天宗啃下山与我们开战 此季果然成功激怒了蜜天宗 赤叶率众弟子下山与我们交战 听到这里柳无星觉得不对劲 提醒狐妖想清楚自己在说什么 我父王虽然杀法普段 但形势向来是王者之风 怎么会用这种下作的手段逼赤叶出手 虎妖被吓得连忙跪下抱住他的腿 小的怎敢欺骗大王 我说的都是真的 只不过先王为何下令 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乃先王坐下前锋密探 当时正在赤云山上探路 并不在清凉城中 就在我费劲 心里终于摸清赤云山的地形时 却传来赤叶与先王同归于尽 幸存妖族被俘虏的坏消息 我拼死厮杀 以一挡板杀出重围 才对以逃脱 柳无心对他的话半信半疑 觉得当年两族大战必有隐情 父王灰飞烟灭 母亲下路不明 若这山谷里真的有当年幸存的妖族 这时天空中突然传来一只老鹰的叫声 柳无心当即警觉起来 与此同时阵妖谷内传来声音 这边弟子匆忙找到正速师伯 告诉他阵妖谷发生异动 不知受了什么刺激 山谷内有妖物在冲撞封印 似乎是想要逃跑 柳无心感受到这妖气里充斥着腐臭和血腥味 还越来越浓烈了 接着让狐妖先撤了 这不是你能招架得住的 转头一看狐妖早已不见了功能 这时听到有个声音在叫自己 接着越来越多的声音 很快柳无心就被这些妖气包围 渐渐地失去了意识 危机关头倒是赶到一把抓住了他 接着把他从妖气中拽出 想不到还是来晚了一步 刚刚算到十九生命垂危 我便立马赶过来 他怎么会跑到这个地方 现在他已被谷内的邪气进染 必须尽快传攻助他排出体外 传攻的时候倒是进入了幻境 在湖中间看到了一座亭子 想着十九会在那里吗 过去掀开帘子 竟然看到昏迷的十九化为蛇身 正被妖气捆绑着 小蛇紧紧勒住倒是的脖子 想让他把妖力还给自己 没想到却激发了倒是隐藏的某种属性 看到小蛇被妖气捆绑 倒是赶紧过去把他救下 帮他去除完身上的妖气后 接着就剩尾巴了 这时小蛇缓缓睁眼 竟然有这么大的奶智在自己眼前 简直是福利啊 小蛇直接一口咬上去 与此同时倒是碰到了小蛇的关键部位 双方互相都被吓到赶紧自我保护 速速避开对方 小蛇更是大骂倒是是变态 倒是解释自己只是帮他 清除尾巴上残存的妖气 小蛇疯狂逃窜 倒是拼命追赶 看到小蛇为了躲避自己 直接爬上了房梁 倒是奇怪自己有这么可怕吗 一脸担忧地看着他 你尾巴上的妖气还未彻底清除 爬得太高当心掉下来 话刚说完 小蛇果然开始失利 接着就这么掉了下去 倒是慌忙过去接住他 虽然接住了小蛇的身体 但却被小蛇的尾巴给砸到了 驱除妖气的过程中 小蛇威胁倒是要是敢碰自己的尾巴 一下就死定了 倒是解释刚刚自己真的不是故意 把手指伸进去 这时小蛇感觉到 有源源不断的妖力注入了自己的身体 这熟悉的感觉 是我的妖力 于是小蛇缓缓起身 接着握紧拳头 下一秒直接用尾巴缠住道士的脖子 把我的妖力还给我 倒是不明白他这是什么意思 此刻已被小蛇缠到呼吸困难 这边虎妖有些担心小蛇 于是又折了回来 刚刚看到积天赐从路边跑过去 大王应该没事吧 接着看到前面的积天赐和大王 但却不明白他们这是在干嘛 这是大王要杀了积天赐 还是他们的一种新型团 幻境中 小蛇看到道士身上又开始冒红光了 而且还伴随着奇怪的表情 这时倒是拽住小蛇的身体 要把他拖回去 小蛇顿时慌了 一顿摸索后 道士找到刚刚的部位 再次将手伸了进去 小蛇被他吓到直接破口大骂 虽然小蛇没有责怪虎妖前面丢下自己独自逃命 不过却把他最后一根尾巴拔了下来 以便后续找他 想不到幻境里的道士控制欲这么强 小蛇就快要承受不住了 幻境外面虎妖看到小蛇要被道士吃掉了 赶紧把他拔出来 然而用什么方法都不管用 没办法只能这招了 一砖头下去 果然道士就把小蛇吐出来 不过虎妖却泛起了难 是要自己把他们帮回去吗 这边雄鹰回来将自己看到的告诉郑素 弟子在下面看着这一幕一脸崇拜 这时郑素起身 我亲自去看 路上小蛇好像听到有人在叫自己 接着发现自己竟然变回了小时候的模样 母亲也出现在了眼前 但她为什么哭了 小蛇慢慢睁眼 下一秒突然警觉起来 呆子 有东西过来了 快躲起来 过了一会儿雄鹰带着郑素飞远了 小蛇这才松了口气 这时虎妖上前邀功 大王您都不知道刚刚有多危险 要不是有我在 你差点就被几千次吃掉 小蛇不跟他废话 直接让他去跟着刚刚飞过去的东西 如果那人要进阵妖部 记住打开结界的方法 你没有我的命令临阵脱逃 按军规应当罚你气势大板 念你还有点良心 此事本王不予追究 虎威我就收下了 不许逃跑 有事我会叫你 跟踪的时候注意点 要是被郑素那家伙逮着 你就成了他下一个夸下坐起了 小蛇背着道士一路跑回了房间 还直接把房门给踹了 丢下还在昏迷的道士 想到他在幻境里如此亵渎自己 可不能这么轻易放过他 这时看到那边的颜料 瞬间就有了主意 接着对着道士的脸左涂右涂 道士迷糊中睁眼看到小蛇拿着毛笔 赶紧用手挡住 起来后感觉浑身上下 像是被人裙殴了一样 还有大门怎么换 这时注意到尽忠自己的模样 当场就被小蛇气到 阿诚奉师尊之命过来叫道士 刚好碰上了这一幕 被阿诚看到自己这模样 道士直接愣住 阿诚让他先把脸洗干净 道士告诉他这是特级颜料 谁洗不掉的 走的时候道士直接把小蛇关在锅里 这边师尊正在悠闲地喝茶 看到姬天赐过来 师尊直接不淡定了 问他脸上涂的是什么玩意儿 姬天赐看到师尊这模样也努力憋笑 师父你脸上好像也没好到哪里去 师尊强装淡定拿起茶杯 我室内网和崇山一起修布斩妖法证实 不小心动了赤叶先尊留下的法术 被反射了 才在脸上显现印记 怎么你脸上也是赤叶干的 姬天赐告诉他是自己养的蛇化的 师尊听着觉得他的蛇挺有灵性的 姬天赐有些尴尬 他是很有灵性 但是也很玩烈调皮 喜欢到处瞎逛 是个闯祸精 脸很臭 脾气也大 爱要人情侣较不改 虽然很可爱 但生性放荡不羁 甚至有点耗色 不过他颇有灵性 深得我心 我相信假以实 他一定会变得更乖 更听话 这时师尊把话题拉回正轨 这次换你来 是想看看你竟然修炼可有荒废 把手伸出来 姬天赐乖乖照做 经过一番探查 师尊问他最近是不是破戒了 或是沾染了什么妖邪之气 姬天赐表示 也就是在幻境里给灵宠驱散妖气 师尊告诉他 刚刚在他的气海中 发现他心中魔障愈发强盛 幸好他的实力也在变强 才肯勉强压制 突然阿诚慌忙来报 师尊 不好吗 镇妖山谷出事了 出来一看 天空中群鸭乱飞 锅内小蛇也被这动静吸引 小蛇凭借可爱的外表 再次迷惑了道士 但虎妖就没这么幸运 直接被道士弹了一脑瓜崩 众人听到动静纷纷往镇妖谷赶去 迅灵派弟子炎阳告诉他们 郑苏师伯已经亲自进谷查看 八方镇魂灵争鸣不停 大有崩裂之事 师伯也与自己断了联系 八方镇魂灵分别位于山谷外围的八个方位 士镇妖谷的法镇之眼 一旦崩裂 只怕山谷也会随之坍塌 弟子们一听都吓坏 毕竟里面除了百年前两族大战的残余妖族 还镇压着许多远古恶妖 崇善觉得现在当务之急是进入谷中寻到正宿 才能找到解决办法 因为外面需要师兄主持大局 崇善便提议自己来处理 炎阳是正宿倾传弟子 因此也是知晓禁谷方法 旁边崇善的弟子纷纷自建一同前往 积天赐也准备一起 然而却被张天师阻止 转头告诉崇善人守在京不再多 让他就带着四名弟子进去吧 注意安全 积天赐还想再争取一下 旁边两位师兄直接说他不够资格 又想抢着出风头 这时听到那边的动静 积天赐猛地回头 虎妖将自己跟踪正宿的过程告诉了小蛇 那菊毛小子进入山谷不多时变谷中大阵 估计里面打起来 那里面的大妖可不是吃素的 他一个人进去 那不是找死吗 小蛇直接让他讲重点 于是虎妖赶紧说到入骨方法 这阵妖骨没有特定的入口 靠的是咒语 此为雨生烟 专门收集历令咒语之类的声音信息 现在只需用此烟重现咒语 便可送大王您进入阵妖山谷之中 这时积天赐怒气冲冲找了过来 上去就给了虎妖一脑瓜崩 我就说十九怎么会偷跑出来受了伤 原来是被你带坏 现在你又引诱十九到这里来 意欲何为啊 虎妖一听那叫一个憋屈 我带坏他 我引诱他 你要不要看看他多可怕 然而这边小蛇却是一副十分乖巧可爱的模样 虎妖直接无语了 接着积天赐捧气小蛇 宝宝 阿喵坏 咱们别理他 幸好我除了设置结界 还在你身上撒了追踪箱 才能及时发现你的行踪 突然虎妖手中的雨声烟溢了出来 紧接着镇妖谷的入口就出现了 积天赐和小蛇被传了进去 虎妖庆幸自己没有被带进去 终于可以自己去玩耍 莫名其妙就出现在了陌生的地方 积天赐很快反应过来这里是镇妖 小蛇十分开心 终于进来了 接着就撞上了重善一行人 积天赐只好解释自己是担心大家就进来了 两位师兄觉得他还真是阴魂不散 他身上肯定藏着什么邪物 听到他们这么讲自己 小蛇直接对他们死亡凝视 二人瞬间被吓倒 接着便开始密谋 都已经到镇妖山谷里了 我还没找他算账呢 他自己非要撞上门来 谷内妖邪众多 危机四伏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道师也怨不得我 虽然师姐也讨厌小道士 但比起师弟们对他见死不救 师姐还是决定上前帮他 道师看着眼前的景象 确定自己这是真的进入镇妖谷 但还是不清楚是怎么进来的 这时炎阳带他们来到镇魂符前 谷内共有八张这样的镇魂符 乃是师爷先尊当年汇聚灵力亲手所汇 八张符分别对应谷外的八只镇魂灵 二者合力结印 山谷异动必然是妖物冲撞符咒所致 所以正宿师伯进谷后 肯定会来查看这八张镇魂符的所在地 此处有新鲜的打斗痕迹 有可能是师伯查看此处镇魂符时 被群妖围攻 看这情形 师伯有可能受伤了 云娇奇怪 正宿师伯不是最擅长跟妖邪打交道吗 怎么会呢 道师上前查看了这血迹 发现好像并不是人形 崇善告诉大家 现在需要尽快找到正宿 只有他才可以修复封印 接着让大家兵分两路 自己往东搜寻 小辈们往西搜寻 走前还把正法宝侠交给弟子 有了他可以无限次开启伏魔阵 如果遇到要挟 用伏魔阵困住对方尽快脱身即可 云娇问他一个人行不行啊 要不还是让炎阳师弟跟你一起吧 想不到徒弟竟然这么不相信自己 于是崇善就提起之前云娇走丢那次的事 让他到时不要在原地哭鼻子 接着带上炎阳走 云娇也带着师弟们一起走 没想到却不认路 还是得由师弟来带路呀 接着几人来到一片到处发臭的地方 倒是贴心的提醒师姐这颇有点都要小心点 此刻身后的树上一只巨大的蝙蝠盯上了云娇 接着就把他抓走了 众人听到惨叫慌忙回头 只见师姐正被一只巨大的蝙蝠吊着 真香啊 这么好的食材主动送上门来 那就先挖你的心脏 给老子尝尝先 这时倒是出手一剑斩断了蝙蝠的力爪 赶紧让师兄们护好事迹 这是蝙蝠露出阴森的笑容 从剑法上看出他们是密天宗的弟子 你们和赤叶那个小人一样都该死 面对就要放大招的蝙蝠妖怪 倒是丝毫不慌 你这孽畜 赤叶先尊让你们在此为自己的恶心赎罪 没想到你却不撕毁我 你的对手是我 尽管放马过来 蝙蝠妖怪开始嘲笑赤叶 还先尊呢 我都听后进来的小妖说了 她早就被妖族大卸八块 死无全尸了 她把我封印在此又怎样 到最后还不是死在了我血浮王的前面 一听是血浮王 云娇瞬间慌了 前面听诗书说过 此妖独大之急 装和人喜 是恶贯满盈的上谷大妖 当年还是赤叶先尊亲手将其打入到镇腰山谷 我们不是她的对手 冷红 还等什么 快开启伏魔阵 然而二人就这么看着 爹啊 积天赐不是能单挑蛇王吗 我看我们就不必插手了吧 相信她一个人肯定没问题的 云娇师姐 你不是也讨厌积天赐吗 云娇被他们气到 我再怎么讨厌她 也不会背弃同伴 见死不救 冷红 温鹏 你们两个还配做秘天宗的弟子吗 既然你们不管 那我自己去 说着便来到积天赐身边 接着开启阵法 告诉积天赐这血浮 王一定就混在这一堆蝙蝠里面 我来撑住阵法 你仔细瞧清楚是哪一只蝙蝠 只要能抓住血浮王真身 就可以消灭它 这是一只小蝙蝠趴在云娇肩上 你要抓的是我吗 没想到这道士这么厉害 是听到那边的动静 只见到手怀抱他的尸体 小蛇一看顿时来 还有余力吗 本王真是瞎操心 虽然趁本王不再就沾花惹草 等我完事了 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这时冷红他们发现了小蛇 那不是藏在积天赐身上的邪屋吗 可算是逮着机会了 这边倒是看着被蝙蝠咬伤的 尸体焦急万分 眼下诗书不再该怎么办 血浮王十分得意 他中了我的毒 不出三日就会化成血水死去 下一个就轮到你了 这时倒是直接伸手抓住他 血浮王瞬间慌了 你干什么 我的妖力怎么在流失 倒是不断用力 就这么徒手把血浮王给捏爆了 后天修炼的妖力 果然不如先天的原始妖力传后 这时身后偷偷冒出两个小妖 就是他徒手捏死了血浮王吗 看上去好凶 我们上去搭讪 他会不会连我们一起杀了 突然倒是回过神来 在身上一顿翻掌 发现小蛇不见了哭得稀里哗啦的 小妖们看他这样觉得 他怎么不太聪明的样子 兔妖觉得他能徒手捏死血浮王 应该有能力把我们从正妖补带出去 万一能成 那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于是两个小妖化成人形 端着金银财宝 一扭一扭走向道士 恩公 苍天有眼 我们可算把您盼过来 我们是两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小妖 因为法力甚微 常年被血浮王欺压 信得恩人路过替妖出害 我们特意出来相迎 奉上我们姐妹此生所藏珍宝 若恩人不嫌弃 出了正妖补 我两也可以以身相许 道士一脸蒙圈 你们的意思是我杀了血浮王 小妖们十分确定地告诉她是的 不幸您瞧瞧手上的血迹 恩人徒手捏死血浮王 英勇无比 就不要和我们姐妹俩说笑话 道士看着手上残留的血迹 想到了上回诛杀妖王 破斩妖阵时也是这样 奇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小妖们上前对着道士一顿卖惨 讲述平日里是怎么被血浮 王欺压的 若您肯带我们出正妖补 我姐妹二人愿以身相许 为恩人生儿育女 听到这里道士赶紧打住 问他们有没有看到自己的小白蛇 两个小妖直接愣住 猫妖觉得她脑子好像不太清醒 金银财宝和美色摆在面前都不为所动 兔妖认为先忽悠她去半不多 让她在最先隔住下 时间一久在使劲忽悠 就不信她不带我们出去 接着就上前开始忽悠道士 看到是一直推托 于是便说到她的尸体 她中了血浮王的毒 只有半不多才有解毒的药 没有解药不出三日您的尸体 就会化成血水死去 没办法道士只好跟他们走 打算先安顿好事迹 之后立马去找小蛇 这边小蛇来到河边 想不到在这里也能看到祁愿灯 记得上次看到这灯 是还是和娘亲在一起 这时冷红二人经过 那边那个白毛 你有没有看到一条长长的 白白的 像蛇一样的东西 突然温蓬反应过来 等等湿地 那个好像是妖不湿人 冷红顿是慌了 你怎么不早提醒我 为了忽悠小道士 妖怪姐妹俩可是什么招式都使出来了 一行人终于是来到了半不多 这里的集市十分热闹 道士看着也是挺惊讶的 猫妖告诉他这多亏了正宿道长 道长知道我们长久的待在谷内 偶尔会带来一些外界的事物 道士想着还是尽快给世界解读 问他们这里能买到解药吗 故妖告诉他解药 在半不多内的最先阁里才有 猫妖建议道士还是伪装一下比较好 最先阁是不许人足进入的 之后倒是换好衣服 有些尴尬的问老板 就没有严实一点了吗 老板告诉他这已经是店内最严实的 不满意的话 这里还有好多款式呢 已经试了十几套的 道士不想再浪费时间 毕竟还要去找宝宝蛇呢 背上师姐赶紧跑出去 后面老板问这两姐妹那个呆子 真的能带他们出去吗 两姐妹跟他打包票 我们可是亲眼所见 他徒手捏死了血浮王 况且他还是密天宗的弟子 总不可能一辈子都留在这里不出去吧 他要出去的时候 我们自然会通知你 把你也烧上 看在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 这单就免了吧 来到最先楼里面 倒是直接被里面的奢华惊呆了 两姐妹告诉他 这里的最先楼还只是仿造的小最先楼 若是能出 就带他去真正的最先楼快活逍遥 接着几人便开始上楼 兔妖看着这伙计给自己抵手势 原来他们都是一伙的 来到房间里 妖怪告诉他 这是最先格的毒门密箱 可解百毒 英灵师姐的中毒情况来看 至少还要熏上一日一夜 说着又开始缠着道士 这熏箱价格不菲 我们为了报答恩公 可是花了大价钱 别的不求 只求能长办恩公左右 道士实在受不了 直接将他们丢了出去 两姐妹被气到 我俩何时受过这等气 若待我们姐妹出谷之时 必叫他尸骨无存 这时看到两个黑衣人上来 猫腰挫上前 小声问他们 不是说好晚点行动的吗 看他们完全不搭理自己 姐妹俩满头问好 这俩是咱们的人吗 两人来到倒是门口敲了敲门 倒是打开门 原来是师叔他们 丛善问他师姐 还有温蓬老红他们呢 倒是告诉他 两位师兄带着法宝 和自己走散了 师姐跟自己并肩对抗血服 王却不慎被咬伤 崇善一听顿时吓坏 赶忙跑去查看云娇的情况 上前抱起他一顿摇晃 娇娇你死了师父怎么办了 师父我可是会被你爹砍头的呀 就算你爹不砍我 到时候掌门也会出手 你可得救救为师 至少得先写份遗书保全 为师在去世也不迟了 倒是在一旁都看冷了 告诉他在摇 师姐的毒就顺利进入五脏六腑 必死无疑了 于是崇善赶紧把人丢下 这些都被门口这两姐妹看在眼里 盘算着多两人多两分出去的希望 总有一个能公布 接着崇善让颜阳留在这里照看好他师姐 自己和积天赐下去探探情况 路上崇善还有些担心冷红他们 这时突然听到楼下有人喊救命 正是冷红和温蓬二人 倒是看向门口 只见一个身着白衣的男人往里走来 冷红二人满脸惊恐 你已经追了我们很久了 为什么还不肯放过我们 男人神情冷漠 有意思 让我放过你们 先问过我的鞭子 如何 不愧是诡计多端的小蛇 趁着倒是昏迷 上去直接就是一顿为所欲为 最先隔离其他妖怪看到门口这情况 不得不佩服这白衣妖怪 那两位可是密天宗的弟子 他就不怕密天宗的人来报复吗 此时冷红和温蓬两人被吓得直哆嗦 我警告你 你不要乱来 我们要是在镇妖谷里死了 你们都别想出去 小蛇丝毫不慌 哦 要不要赌一赌 出了镇妖谷 你们是少跟胳膊 还是少跟腿 说着就朝他们会鞭 这时倒是上前一把抓住鞭子 且慢 我不知他们二位哪里得罪了你 我替他们向你赔罪 就看在他们是密天宗弟子的份上饶了他们了 看到面前这个男人是呆道士 还穿成那样 小蛇瞬间就被他迷住 他不知道男孩子穿成这样很危险吗 胸口这块不太多余了 好想扯掉 与此同时倒是感觉这个鞭子的触竿 好像自己的失酒 好想挺 因为小蛇带着斗笠二人没认出来 小蛇问他是这二人的什么人 跟他们很熟吗 倒是想要知道冷红二人是哪里得罪了他 于是小蛇开始卖菜 他们在河边见了我 不光对我出言不逊 二话不说便对我用了这颗法宝 我花了好大力气才从这法宝下逃脱 险系丢了性命 连鞭子都被这法宝弄坏了 你要怎么陪我 冷红赶紧反驳 他在说谎 他一脚便弄坏了师叔给的法宝 何来丢性命的说法 而且他的鞭子是打我们财 这时崇善赶紧过来把他们二人拖走 你们两少说点比什么都强 倒是问白衣男子想怎么样 白衣男子让他陪自己喝几杯 就可以把这些事情一笔勾销 于是倒是便答应下来 妖精二姐妹看情况不对 希望这白毛不要坏事 来到楼上看他们把房门都锁住 姐妹二人便开始在外面演戏 表示是来给恩公送吃的的 这是白衣男子开门伸手出来拿早吃的 多谢二位 下一秒碰的医生把门关上 妖精二姐妹都气炸 这两人怎么都一个德行 竟是些没礼貌的家伙 罢了罢了 我们在酒里下了药 待会儿他们饮完我们再去收拾他们 白衣男子回来问倒是那两个小妖 一直叫他恩公叫那么轻易 问他们有何渊源 倒是表示他们只是被血腹王欺压的无辜小妖 白衣男子却不这么认为 被关在镇腰谷里的腰能有什么无辜的 倒是好奇他是怎么被关进来的 白衣男子递上酒杯 喝完这杯酒 我就告诉你 如何 倒是拿起直接一饮而尽 旁边白衣男子顿时露出阴险的笑容 下一秒倒是整个人晕乎乎的倒了 此时小蛇露出真面目 都说了来这里的妖怪都不无辜 还能上到 这酒我闻一下就知道下了药 几天赐你终究还是落到我手里了 一会儿是尸解 一会儿又是吐妖猫妖的 你倒是厌服不浅了 这胸口的布料太多余了 他就不该穿衣服的 接着小蛇变回蛇身形态 每每趴在倒是身上 想着趁他昏迷 总得做点什么 接着开始在他身上一顿蹭 留下自己的气味 这样他就不好招惹别的妖精 期间突然感觉被什么东西顶到 一顿玩耍过后 小蛇就开始一边抱怨一边 去给倒是找衣服 过了一会儿倒是起身 感觉头好晕 反应过来那酒里被人吓了迷药 这是旁边传来白衣男子的声音 终于醒了 那酒可还受用 快穿好衣服 那两个无辜小妖 要来抓你了呀 为了让倒是对自己感到愧疚 小蛇开始一顿胡说 觉得时机差不多了 妖精二姐妹带着山羊精伙计上来 准备把倒是和白衣男子绑起来 关入地角 审问出谷的方法 护妖不断抱怨这个倒是麻烦 还要给他师姐找解药 那个短命鬼 送他一注毒箱早死的了 我们要是有解药 他血腹王怎么会成为 霍一方的恶妖 还要找什么白蛇 真是笑话 镇妖股那么大 上哪里找 恐怕早就死在什么角落里了 这时倒是起身拍了拍屠妖的肩膀 刚刚是你们在揍我家小蛇吗 屠妖瞬间被他吓到 接着倒是就把他们揍了一顿 第二天逆天宗大弟子张继渊 带着师弟来到镇妖 途中听妖怪们说到 昨晚最先隔发生的事 狐狸告诉师兄 看来是来晚了一步 问他要不要进去逛逛打听些消息 还可以尝尝妖族的特产 看师兄半天没有回答 奇怪他是又听不见了吗 过了一会儿师兄告诉他不必 这边倒是一行人 把兔妖和猫妖抓走了 二姐妹被这阵仗下的直哆嗦 我们平日里用些小手段 只是想多搜罗点妖怪们的财物和宝贝 我们一向是只谋才不害命 这次探到道长宁 想着你能带我们出去 一时冲动就 倒是对于他们被关在这里不私 回该感到十分气负 莫非此次谷中一动 还有郑宿道长的失踪 也是你们所谓 狐妖赶紧辩解 这个真不关我们的事 郑宿道长是来过最先阁 可是没一会儿就走了 况且郑宿道长主管山谷刑罚 我们这些小妖怎么敢惹她呀 这时崇善过去问他血浮王的解药 猫妖赶紧说在白鲨域 那里住着一个很厉害的药机 可以解血浮王的毒 我们告诉你的地方 你就放过我们吧 因为前面已经被他们糊弄过一次 这次倒是自然不会这么轻易相信他们 旁边白衣男子看不下去 直接朝那两女妖精释放冰针 我这冰针脆了寒毒 寒气入骨生根 发作起来比蝙蝠毒还要痛苦百倍 别想耍什么花样 乖乖带路 去白鲨域找药机 注意到道是一直在看着自己 白衣男子让他快点上马 我也要去白鲨域 翻过一座山后几人来到白鲨域 白衣男子看着这个地方觉得十分眼熟 怎么会和蛇王殿如此相似 倒是看他好像不太开心的样子 关心他怎么了 方凯赶路 我还没请教你的姓名 你头上的小脚是蛇族的标志吗 白衣男子让他叫自己阿兴就行 我是蛇族没错 但这个脚可不是哪条蛇都能有 听到他是蛇族 倒是十分激动 那你能帮我个忙吗 我要找一条小白蛇 不过他头顶的脚是绿色的 很着急 很重要 阿兴问他的宠物蛇 是不是一条有绿色小脚五颜六色白的小蛇 倒是奇怪他怎么知道 接着阿兴开始一顿乱编 妖界都传遍了 说密天宗有人虐待他 不给他传宫修行 不为高级仙草 说好带他修行 但一点正是没干 住的是破烂房子 还要成天被人拿在手里把玩 倒是听着十分伤心 想着自己在十九心里是这样的坏人吗 这时阿兴继续补充 不过呢 那条蛇还说 他还想再体验一次脑袋被凶击家暴的感觉 看到有妖怪冒充自己来诓骗小道士 十九粗意大发抓过那妖怪就是一顿毒打 众人看着眼前的建筑觉得十分诡异 崇山让炎阳在外面守着他师姐 自己先带记天赐他们进去 进去后倒是听到有个声音在叫自己 接着转头还以为是阿兴 突然周围变得白茫茫一片 倒是焦急的奔跑 一边喊着阿兴和师叔 这时眼前的雾气慢慢散开 倒是看到那树上竟然是自己的十九 过去奇怪他怎么会在这里 快跟我回去 镇妖谷里太危险 事实上这是九十妖物所化 打算迷惑倒是吸食他的惊气 因为前面听了阿兴的一番讲述 倒是觉得自己愧对十九 直接跪下一顿母道歉 我知道都是我不好 我在蜜天宗地位低下 没办法给你弄仙草 出了镇妖谷 我一定会弄个更好的房子给你住 只要我当上宗门圣子 一定把所有好东西都给你 如果你真的讨厌我想要离开 我也倒是一边哭诉一边用舌尾擦眼泪 但是这时尾却闻着没有甜甜香香的味道 反而还有点臭臭的 这时妖怪下来要求和他双修 这样就答应一直留在他身边 倒是一听顿时修红了脸 下一秒一个鞭子抽了过来 倒是看着眼前怒气冲冲的阿兴 问他为什么要打自己的十九 阿兴十分生气 刚刚那一鞭子就该抽在你身上 你仔细看看他的脸 倒是看着眼前的十九 他竟然没有脸了 阿兴上前一把抓过这妖怪 掐住他的脖子巧声质问 竟然敢用本王的脸来吸引路人 我根本没法控制 但阿兴还是愤怒地用鞭子教训他 这时倒是问他能不能帮自己找到十九 镇腰骨实在是太危险了 他都没有修成人形 我怕他出意外 阿兴停下手中的鞭子微微一笑 找蛇 你可只求我办事是有代价的 倒是一脸真诚 你要什么 只要能找到我的小蛇 我什么都给你 阿兴上前戳了戳他 我要你的法力 当然我并非良善之辈 我要你全部的法力 特别是那种一点都不剩 没有个一年半载 都养不回来的程度 倒是直接答应 只求他帮自己找到十九 突然注意到身后的动静 接着一堆树藤朝二人发起进攻 倒是赶紧拉着阿兴逃跑 阿兴回头看了一眼 什么玩意又坏本王好事 这时树藤里喷射出 大量花瓣状的东西射向二人 阿兴赶紧叫道士开阵法 然而话刚说完就被花瓣击中 接着整个人被树藤拖走了